没什么大愿望 没什么大愿望 没有什么事要干 没有什么事要干 看见路口红灯一只山 看见路口红灯一只山 它像眨眼的小太阳 它像眨眼的小太阳 乌云还挺大胆 乌云还挺大胆 顶在头上吹不散 我照在手里捏成棉花糖 什么烦恼不能忘 OKK 肉泥给它铺平 肉泥用勺子铺平 鸡蛋 打入一个鸡蛋 干贝 扣盖先蒸15分钟 扣盖先蒸15分钟 再放入羊肚筋 再放入羊肚筋 加入开水 一定要加开水 生姜 生姜 细细蒸25分钟 再蒸25分钟 最大限度保留营养 枸杞 盐巴 葱花 放入枸杞 盐巴 和葱花 这样蒸出来的汤很清 很鲜甜的 这样蒸出来的汤 汤气味美 特别鲜甜 最适合300个月大的宝宝吃 可以安排起来吧 OKK 豆腐切丝 豆腐切丝 还有木耳切丝 木耳切丝 金针菇去掉头部 也给它切成丝 金针菇 本来就是刺 最后再来点西红柿丁 配好以后就可以开盖了 最后西红柿丁就可以开盖了 锅里面水来的油 下入葱花姜末给它爆下锅 锅里面来点油 葱花姜末给它爆下锅 然后把西红柿堆入开小火 开小火堆入西红柿 给它炒得稀嫩稀嫩的 然后往里面添水 炒得它稀嫩稀嫩的往里添水 水添多少 取悦于家里面几口人啊 那我添多了 我快出来 然后直接下入豆腐丝 木耳 还有金针菇 我们也把这些豆给它下进去 开锅以后加入盐鸡精胡椒粉 现在就加入盐鸡精胡椒粉 用水稀释一下 这你要不稀释 胡椒粉往里一放 嘎 爆团了 用水稀释一下 我稀释了 结果嘎 还是爆团了 陈醋啊 它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一定要多一点 这个我爱吃 多来点 最后给它勾入水淀粉 最后给它勾入水淀粉 家里面有条件的 像我这样 给它淋入两枚鸡蛋啊 我家这个条件还是淋一枚吧 这样淋出的鸡蛋 它不是宽状的 它是一丝一丝的 比较好看 就我这个水平 我根本就不敢要求好看 最后出锅之前 来的香油 这小会得人家上去了 出锅之前来点香油 这小味儿 底下上来了 盆底下放入香菜 给它往里一倒 这不就好了吗 盆底下放入香菜 往里一倒 这不好了吗 酸酸辣辣真好喝 OKK 慢慢放下幻想的童话 慢慢放下幻想的童话 承受孤单 真假的落差 承受孤单 挣扎的落差 旋转木马 围绕你留下的伤疤 旋转木马 围绕你留下的伤疤 旧娃娃 没人会记得她 旧娃娃 没人会记得她 天气冷了 这样一锅鲜虾粥 也太适合秋冬吃了 鲜虾滑嫩 暖鲜又暖胃 快去试试吧 OKK 大白兔奶糖四颗 大白兔奶糖四颗 一勺红茶 一勺红茶末 适量笋 再放一勺水 慢慢炒至焦糖冒泡泡 小火炒至焦糖冒泡泡 倒入牛奶 倒入一杯牛奶 哇哦 奶香超级浓郁 关火搅拌搅拌 关火搅拌搅拌 玻璃掉茶叉 玻璃掉茶叶末 装到杯子里 香醇丝滑 比奶茶店还好喝呢 快试试吧 OKK 还是用咱们自己家的电板锅 别人家的也不能给你用啊 加上姜片大葱 加上姜片大葱 八角大料 明明是八角和辣椒 再倒上屏幕上这些调料 再倒上屏幕上这些调料 最后放上几块冰糖 最后来几块冰糖 老规矩啊 不加水也不用放油 我们不用加水也不用放油 给它搅拌均匀 上手给它抓拌均匀 盖盖一键焖饭 盖上盖子 直接按煮饭功能 直煎到 软烂脱骨 酸甜适中 时间到了 满肉都是排骨的香味 哇 真的是软烂脱骨呢 最简单的糖醋小排 快去做吧 OKK 如果有一天你家只剩下鸡蛋了 如果只剩下鸡蛋了 那能做点啥呢 三颗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离 三颗鸡蛋 蛋清蛋黄分离 蛋黄里加一小勺盐 把它搅散 蛋黄里加一点点盐 把它搅散 蛋清里加一勺糖 搅打到这样有小建沟的状态 蛋清里加一勺糖 用打扮器打发 提起来有小弯钩的状态 然后把它们合二为一拌匀 然后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一定要上下翻拌 千万不要搅动 倒进提前拖好油的锅里 倒进提前烧好油的锅里 盖上盖子 小火焖八分钟 最小火焖八分钟 哇 真的像云朵一样柔软 快看 装装的特别松软 同样的配方 我们来做一个空气炸锅板 哇塞 也成功了耶 只用鸡蛋就能做到空气舒服雷 像云朵一样松软 快点试试吧 OK 这就是传说中的热锅凉油 热锅凉油下入大饼鱼 煎入油 把鱼皮给它煎定型以后 再去晃动鱼 先把鱼皮给它煎定型了再晃 它就不粘锅了 勺子呢 塞到鱼肚子上面 不止一翻 看到没有 勺子呢 给它塞到鱼肚子上面 不止一翻 不止 太多了 我啥意思 两面给它煎至金黄以后 倒出来备用 两面给它煎至金黄 倒出来备用 用猪油给它烧 家里面如果没有猪油的话 你就放上几片五花肉 家里面没有猪油 放点五花肉 边炒出油脂 加入大号葱姜蒜啊 大号葱姜蒜啊 小火炒出香味 加入几个干辣椒 还有花椒粒 一个八卷啊 加入一个干辣椒 几个花椒粒 还有一个八卷啊 给它炒出六香味 这个酱油 一定要在锅里面给它炸一下 这个酱油 一定要给它炸一下 炸出香味以后 再往里面添水 炸出香味了 赶紧添水 要不然就冒烟了 再把这位大姐 给它请入锅中 再把这位大姐请入锅中 加入盐鸡精白糖胡椒粉 加入盐鸡精白糖胡椒粉 胡椒粉用水稀释一下 要不然夸擦抱团了 再放入少许的十三香 给它提一下味 这十三香往里面一放 小味哪有加上来了 适量的蚝油 还有老抽酱油 适量的蚝油 老抽可不敢放多了 要不然嘎黑了 煮的时候啊 先往这样 用勺子 边淋边煮 煮的时候啊 像它这样 边淋边煮 这样够入味 先煮上个三五分钟 然后再盖上盖子 再给它蒙十分钟 先淋它个三五分钟 再盖上盖子 蒙十分钟 勾入水淀粉 然后这个汤汁啊 把料粘捞干净 勾个薄切 浓郁的汤汁 往鱼身上一浇 浓郁的汤汁 往鱼大姐身上一浇 最后撒上白鸡马 还有香菜段 这不就好了吗 撒上白鸡马 再扣两小帽子 这不就好了吗 浓汁入味的老师红烧鱼 学会了吗 老妈儿虽然不能陪你一生 但能让你的味儿 满满当当 OK 从此我一个人走 从此我一个人走 不欠谁的手 不欠谁的手 不碰爱情只贪言可求 不碰爱情只贪言可求 当一个素人谈笑风声 当一个素人谈笑风声 不谈过往有何愁 不谈过往有何愁 从此我两首清风 从此我两首清风 一生尽自由 不谈爱恨不为谁泪流 OK 就是你回到家 啥都不用干啊 回到家你啥都不用干啊 就把这些准备好的材料 直接倒进电饭堡里 把准备好的洋葱西红柿 直接倒到电饭堡里 牛肉记得冷水下锅 牛肉冷水下锅 焯一下水 撇干净浮沫 趁热捞出来 直接倒进电饭堡里 直接倒进刚才的电饭堡里 按照这个材料搭配 不但好吃 而且还吃不胖 不用加水也不用加油 把屏幕上的调料 一口气放进去 就这样盖上 按煮饭堅直接焖 盖上盖子 煮饭堅直接焖 四十分钟 打开倒上土豆 这个时候加入土豆 再焖十分钟 再焖十分钟 你就能得到一锅香 焖焖的番茄 土豆炖牛腩 牛肉软烂入味 各种食材香味浓郁 又很简单 你也快试试吧 OK OK